一个看似平常的感冒 让四岁男童面临死亡的危险 一次看似普通的发烧 让青年女子生命垂危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飞水种 这种死亡率相当高 生命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烧风剂 最常见的流感为何会演变成致命疾病 避免悲剧发生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流感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即将播出 2018年12月26日晚上9点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任卢秀兰 接到一个从湖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打来的求助电话 一名四岁男童病情十分危重 希望他给予帮助 卢旧兰立刻让对方发来患儿兵兵的病情资料 但是我一看的话就是就觉得这个孩子的话 他肺部确实是很重 他就是右边就是比较黑 就是肺气肿很厉害 左边的话就基本上是白的 当时判断可能左边他就是毒死了 针对兵兵肺功能几乎丧失的情况 卢旧兰认为当前的首要证物 是解决他呼吸困难的症状 这就需要借助体外磨肺养合设备 体外磨肺养合英语简称ICMO 这个设备的话就是替代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机器 就是让你的心脏 生病的心脏或者肺进行休息 让他有一个恢复的机会 是什么原因导致冰冰的病情如此严重呢 事情还得从2018年冬季的一场流感说起 12月18日冰冰患上了手足口病 经过两天的治疗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 然而几天后他又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他起初咳嗽的话是一点点咳 就这样咳 他给蛮久又咳一声 好 我就也没有管他给他吃了药 晚上9点 冰冰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并且大口地喘气 家人这才急忙将孩子送往永州市中心医院 给他完善了那个流感的检查 还有一个血测过的检查 流感检查的话提示它是一个甲心的流感 病情确诊后 医生立即对病病进行了抗病毒 做物化 输养等一系列治疗措施 他呼吸不畅的问题 暂时得到了缓解 我认识就是我这个爸爸 我好欧蓝 我要吃饭 我一听到我就好高兴 我儿子好了 他爸爸就去打扶你去了 确实不够五分钟都没有 我儿子说妈妈我要回家 我不在这里真的不好玩 在手第二车回家的话 我爸爸一直在躺下去就不理我了 冰冰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出现了呼吸 心跳骤停 医生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12千处 0.5毫克 进腿 经过20分钟的抢救后 冰冰暂时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但情况仍不乐观 光靠呼吸机已经无法挽救冰冰的生命 永州市中心医院立即跟省儿童医院取得联系 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始 湖南省儿童医院卢秀兰 接到紧急求助电话的那一刻 基本上我在我的这个爱护摩群里面 一发通知的话 我就点降就是哪些人要跟我一起出去 大家真的是都毫无言言 就是各计过位 把自己的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12月27至凌晨1点 在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的长沙 两辆救护车驶出湖南省儿童医院 向永州进发 4点47分到达永州市中心医院 我们去的时候 他全身浮肿得很厉害 就是眼球啊都是肿得非常厉害 呼吸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抽气样的呼吸 然后面色的话也是就是昌规的 在为斌斌做完病情评估后 ECMO团队立刻讨论制定方案 27至6点44分 治管手术正式开始 直到8点 手术终于顺利结束 ECMO机器正式开始运行 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氧气的养保护度 他就瞬间的进行到100%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行肺都休息了 我们就在观察了个半小时 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在重庆复查了一遍 就是这个孩子的话 就是他的血气基本上就已经到正常的水平 冰冰冰的病情较为稳定后 为了使他得到更好的治疗 经大家一起商议 决定把他转到长沙 回程路上的低温大雨和交通路况 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时间就是生命 少在路上耽搁一秒 冰冰生的希望就增添一分 湖南省儿童医院立即向长沙交警求助 接到求助之后呢 我们就分别安排了相关的辖区大队 月鲁 天心和雨花队 警察前移 另外我们还联系了媒体 交警即刻响应 并联动媒体协同救援 给孩子让路的消息 一时间传遍长沙城 警车的警笛声和救护车的警报声 交织在一起 社会车辆纷纷让行 开辟出一条深的通道 下了高速之后 到我们胡当省儿童医院 大概就是花了十几分钟 就是平时的话 可能至少要上四十分钟 就是我看到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条全是绿灯 就是我们的车到哪里 就是绝对变得是绿灯 27日20点46分 救护车稳稳地停在了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门口 好 往前走 好 往前走 好 往前走 好 慢点 慢点 21点10分 应变顺利地进入重症医学二科 体外磨肺治疗室 所以这个孩子的话 其实他应该就是一个 重症假形流感以后 引起了一个严重的呼吸衰竭 而同时的话 就是形成了一个塑性自气管炎 所以他这个也是我们 假形流感里面 最常见的一个病发症之一 两周后 医生把艾克莫机器 从冰病身上撤除了 虽然冰病的状况有所好转 但还是处于昏迷中 我们也期待着 冰病身上早点出现奇迹 当你在这种流行季节 出现了咳嗽发烧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就要高度警惕 可能是这个流感 所以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 就是还是 尽快到医院去确诊 就是确诊以后的话 就是可能要尽快地 给予有效的治疗 除此之外 65岁以上的老人 和5岁以下的儿童 以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 比如慢性肾病 糖尿病等 都属于高危人群 他们在患上流感之后 很容易发展成重症患者 因此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 讲卫生 少去人多的地方 其实我们推荐的话 就是在每年的流感 就是流行的高峰季节的时候 是推荐要打流感疫苗的 就是流感疫苗的话 应该对我们预防流感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大部分流感出现在 11月到4年4月 一般每年10月11月 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接种 一次可以管一年 第二年需要继续再接种 然而大多数老百姓认为 流感就是感冒 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流感如果没有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 会引起并发症 导致生命危险 因此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尽量避免悲剧的发生 年轻女子突然患病 胸闷气短 无法呼吸 入院治疗 患者突然昏迷 心率下降 生命面临死亡威胁 一次被忽略的发烧感冒 竟然让患者 一度接近死亡边缘 这种常见的疾病 为何在年轻人群当中 呈高发态势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 2018年11月19日 晚上9点 一辆救护车 急驰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急诊室门口 很快 医护人员将一名年轻女子 从车上推了下来 并将她送进了急诊抢救室 这个病人呢 因为发烧 办了个胸部疼痛 三天然后来的 经了解 患者名叫陶磊 30岁 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府邻区 因胸闷发烧等不适症状 在当地医院治疗部件好转 被紧急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职 当时那病人呢 就是相对来说 基本上就是不能完全平躺 然后基本上就是半卧的时候呢 就是症状比较少舒服点 医生立即安排医护人员 对其接通心电监护 同时抽取血氧进行化验 经过查体 医生发现 陶磊除了血压较低 心率偏快之外 并没有其他明显症状 但是心电图的检查结果一出来 便立即引起了医生的警觉 病人出现了心电图上 出现了一个偏发的 就是湿性脏膊 病人正常的情况下 他是不出现那种 就是湿性脏膊的 他出现湿性脏膊的这种情况下 说明他这种 就是心脏那块 心肌已经受到的损伤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陶磊出现如此严重的病情 医生立即对他的发病过程 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陶磊的家人 惊魂未定地讲述了 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就感觉就是有点高烧 玩乐侧体是38度1 起初一家人以为 陶磊是由于着凉引起的发烧 吃点退烧药应该会好 可是令一家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赶到晚上就知道 他也没吃饭 没吃饭晚上又高烧了 他就说得回事没劲 就好像就是走不动了 是得就那样 陶磊突如其来的异常状况 让曹玉莲感到非常担心 他赶紧陪女儿到当地医院检查 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发烧 竟然危及到陶磊的生命 一家人慌了手脚 经过商量决定转到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进行救护医院进行救护医院 由于陶磊的病情严重 他立即被转到了心血管内科进行治疗 这个患者呢 陶磊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心无能不全的表现来的 躺不平喘别 从他的擦体 那个抽血的结果来说 我们考虑他还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心 当时是一个重症的心肌炎 根据陶磊表现出的病症 医生怀疑 他很可能是由于病毒感染 引发的心肌炎 陶磊的晚上的十点多钟的时候 这患者就急剧的病情地出现恶化 心率出现一个三度的方式 传到组织 血压维持不住 你好 这里是心内第二监护医院 请一下心外科理双脸医生 帮我们抢救病人 谢谢 我去的时候啊 这个女性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状态 频发的这种心率失常 而且呢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 而且呢他呢四肢非常冰 很凉 虽然医生在极力抢救 但是陶磊的心率变得越来越多 他的这个心率从一百三十多次 一下掉到了四十多次 就是因为肌体 它已经到了没法耗养的阶段了 就是缺氧缺到极限了 包括心脏 另外呢 心功能极度衰竭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那种心率突然下降 此时病人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 必须在第一时间打通呼吸出道 否则就会因为缺氧导致脑死亡 即便抢救过来 也只能是植物人 后来他回击插管 回击插管以后呢 插管里面冒的都是水 所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飞水种 这种死亡率相当高 尽管是在医院里 我们常规的手段 我们都不一定能够维持它的生命 就是说这种生命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讲的伤送即死 桃里的心肌受损严重 已经发展到无法自主心跳 血液无法正常循环 时间一长 病人很可能因血液供应不足 导致其他器官衰竭 这样一来 医生也就无力回天了 短话短说 刚才就是我们经过一番抢救 目前情况是稍微稳定一些 但目前它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心脏正常这么跳 它心脏现在跳得特别弱 但现在心脏弱它能动 所以此时它不是最重的时候 最重的时候心脏可能不跳 那心脏不跳 人家不就没了吗 那怎么办我们心脏 我们现在需要给它装一个人工的心肺 来代替它的心脏博血 代替它的肺来养活 唯一能够拯救桃磊生命的方法 就是立刻手术 医生向桃磊的妈妈传达了意见 而这些意见在曹玉莲看来 都像是一场生与死的赌博 而这唯一的赌注就是女儿的性命 2018年11月20日上午10点 陶磊被推进了手术室 两个小时后 医生们完成了这场手术 手术很成功 陶磊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经过一周的药物治疗 陶磊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很快 他被转到了心血管外科的普通病房 使人感到诧异的是 他究竟是如何患上心肌炎的呢 原来陶磊最近一个月 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忙到半夜 事发前三天 他出现发烧胸闷等症状 他认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 并没有在意 直到病情加重 差点导致悲剧发生 心肌炎这个病比较特殊 它主要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呢 青少年或者是青壮年 往往都是十几岁 五六岁 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人 年轻人呢 首先他的这种机体的这种 免疫调节啊 免疫等等的都比较活跃 比较活跃 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呢 年轻人他所这种 携带的一些这种病毒呢 比如说我们出去啊 可能这种病毒种类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的免疫系统 他不像老年人那么固定 平安365提醒观众 预防急性心肌炎 就要预防病毒感染 尤其应该预防呼吸道感染 和肠道感染 如果平时容易感冒 就要避免操劳过度 并应注意营养 选择适当的体育运动 以增强体质 如不慎染上风寒 应注意休息 不宜长时间工作 甚至熬夜工作 必要时应及时就诊 2019年1月31日下午 在湖北省宜城市 一辆摩托车 与一辆轿车发生碰撞 摩托车驾驶人摔倒后 受伤昏迷 事故处理民警 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发现 事发前 摩托车在几个车道内 左摇右摆 似乎失去了控制 最后撞上了 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 事发后12天 摩托车驾驶员在医院 竟抢救无效死亡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 摩托车驾驶员龙某 存在诸多违法行为 为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最久后驾驶机动车 为戴头盔 最终 湖北省宜城市交警大队认定 摩托车驾驶员在该事故中 负全部责任 在此平安365提醒广大驾驶员 切勿怀有侥幸心理 久后驾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